近日,泰国内阁同意了推进由春鹏府至拉郎府的大型路桥项目 该项目建成后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马六甲海峡 据悉,该项目自1985年就在规划中 但因为牵扯多方利益,被一直搁浅至今 如今,泰国赛塔政府宣布继续推行 预计耗资1万亿泰铢来建设该项目 赛塔表示,泰国愿意接受私营企业100%投资 目前,泰国已经邀请到了中国大型服务商中国港湾 以及沙特阿拉伯的投资者参与 预计将在2030年内启动该项目 据悉,该项目主要是在泰国南部春鹏府和拉郎府 各建造一座深水码头 并修建六车道高速公路和标准的双规铁路 来连接泰国湾跟安达曼海 此前,泰国曾计划挖出一条克拉运河 但因涉及多方利益,泰国一直不敢再提 如今泰国改变了主意,不挖运河改造路桥 按照泰国政府的评估,项目建成后 将会大大缩短运输时间和距离,节约运输成本 如果该项目跟一带一路链接起来 中国将会是最大的受益者 而该项目每年也将会为泰国创造近5000亿泰铢的收入 不过赛塔执政期限仅四年 下届泰国大选后,该项目是否还会得到顺利开展 依然还是未知数 导演 导演